承旨和丧氏这小两口 曾对萧夫人疼爱泱泱 胜过疼爱少商这事发表过看法 承旨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向少商 宁肯她来算计别人 也不希望她像泱泱一样吃了亏往肚子里吞 有人保护 这是运气 可谁也不能保证这运气会跟随一辈子 丧氏虽然偏爱少商的生机勃勃 但是她认为如果像泱泱一样天生好命 到哪儿都有人疼她爱她替她着想 自己只需要本份手桌 根本用不着丑谋计算 也许才是福气 依旧父旧母的疼爱 萧夫人的偏心 少商看着眼含泪水 滴滴跪坐不发一言的泱泱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挑拨离间的恶毒女配 电视里一般这种温顺的小绵羊往往最后都黑化 所以前期观众都在揣测泱泱会不会害少商 其实我们都想多了 论心机算计 聪明伶俐这方面 一百个泱泱加起来估计都比不上一个少商 泱泱的生母可是为人歹毒 对萧夫人和少商做了很多蠢事 她唯一的明知之举恐怕就是把上在墙堡中的泱泱 放在娘家舅舅家教养 生母是那样一个人见人摇头的货色 可泱泱不怨不对 不卑不亢 每日做好自己身边的事 孝顺父亲 照扶幼帝 包括饮食起居都是她亲力亲为 泱泱从小是被舅母当亲生女儿一样养大的 乖巧懂事 敦厚老实 一家人很是疼爱泱泱 正是因为在蜜罐里泡酒了 所以泱泱才会这么柔软吧 长大后泱泱被接回成家 住了不到两日 葛氏就把少商赶走 害得少商差点丢了性命 葛氏成天就是数落丈夫 在大母面前搬弄是非 算计一些卑劣之事 因为生母造的孽 泱泱始终对少商心存愧疚之心 诚实和萧夫人离家多年 现在回来了首当其冲 就是诚治葛氏 泱泱恳求舅母带她回家 而舅母虽心有不忍 但念在泱泱在成家会比在葛家有前途 含泪拒绝了泱泱 泱泱说我不要前程 我只要救负舅母 舅母希望泱泱能像萧夫人一样强大 不仅自己独立 还能护佑树底下花花草草 最终将泱泱托付给了萧夫人 萧夫人对泱泱各方面都很满意 有了萧夫人摆在明面上的偏心 泱泱在成家过得十分顺遂 二搬家的追求 父亲澄澄提出想将葛氏接回来 没想到最先反对的竟是泱泱 邵商和林木宜退婚后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丧命 后来又去了萧太后身边 萧夫人也因此变得厉害 没有了往日的精神意义 在泱泱心里 她一直觉得葛氏不配回成家 邵商一天不嫁 那自己也不配好好嫁人过日子 泱泱的愧疚从来都是独自背诵 而非高深朗读 如果不是为了让父亲改变主意 谁也不会知道 原著里写道 听什么作恶的人老了能善终 那是年间阿母和曾对一个无辜的孩子心软过 只要我在成家一日 他就别想回来 泱泱和父亲的这一段对话 无意中被邦家和程少公听到 说着无意 听的人走了心 邦家从此以后借着找少公玩的由头 一天天的上门来见泱泱 又是送叔送衣服又是送果子的 他挤到泱泱面前 扑到泱泱怀里 一头栽进泱泱的人生 为了能娶泱 闻秀胆怯的邦家 被邦老侯爷打得胳膊上都是陈旧边商 不仅一番寒吃骨 哪得家人扑鼻香 虽然一开始双方父母都不看好 但最终这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三少商VS泱泱 少商从小父母不在身边 无人教养 无人疼爱 饱受审生葛氏的欺负 长大后开始一期 虽然三个未婚夫都是优质对象 但过程却都是历尖心酸坎坷 泱泱的一生 显然没有少商这么多灾多难 他不需要费尽心机 歇斯底里 多的是人替他安排好一切 他不过是闷在被子里连夜哭了几次 一向坚定果敢的萧夫人就莫名心软 让丈夫满世界找人算生成八字和命格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萧夫人这才点头 他只需要安安静静的 就能轻易得到幸福 而少商如果要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就得凡事为自己谋划 毫无疑问 前半生泱泱的命是比少商好的 可是真的有万事顺遂 毫无坎坷的人生吗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的某个时候 我们会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 但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 我想 操控我们人生的并不是命运 而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 当好运消失 苦难降临 都想避风 那谁来当岗 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一生平安幸福 但如果有如同少商那般的智慧和勇气 至少不会在危险来临时手足无措 只能干等着谁来拯救自己 如同一开始的数案风波 少商面对诬陷从始至终都是镇定自若 自己找出真相 而泱泱却是一脸慌乱 只会一味赔罪道歉 有些东西 要么可以保证一辈子 要么最好还是自己有 少商生性爱自由 不喜欢约束 他谁也不依赖 谁也不期望 他有他自己的底气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